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场赛事第八场高班 二班长合路程1000米 看票数了 五十胜利威龙 潘顿座剧最热的 2.2倍开飞 个人关节2.1倍 最后阶段2.1倍 辣臣5.1倍开飞 个人关节4.2倍 之后回到5.5倍 奋斗同心10倍 留下的马匹 开飞8.4倍 开派7.4倍 经典之声开飞有10倍 但是开跑时 着陆灯下到7.2倍 美场二班1000米 最短途的赛事 一步的时候 激赏出得最快 接着出来万事厉害 辣臣 外当经典之声抢 外面还有金鼓齐鸣 外面有三只 奋斗同心 胜利威龙 还有梁先生 再后的马匹 显到美丽有形 完全不够快 尾三暂时跳出世界 正阳清风尾尾 以包尾就落满家 落大石斜坡的时候 前面三合马争放 经典之声外当 想硬骑上去 带头 暂时还没卖到蓝 接着他就是万事厉害 辣臣 两个几马位之后 才看到奋斗同心 胜利威龙 然后梁先生 很痠痠地 接着他就有激赏 然后正阳清风 跳出世界美丽有形 拼出外当 金鼓齐鸣 包变还是落满家 进入组组组组组组 前面经典之声 一拿外碟走上来 这边拿蓝 暂时带出了个几马位 只有辣臣追他 后面杀上来 大浪湾 激赏冲得挺厉害 中间万事厉害 胜利威龙都不多 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前面都控制大阁 那些经典之声 看来可以赢 最后第一名 经典之声帝鸣 大件事 激赏跑第二九十倍 万事厉害第三 第四名 胜利威龙大热又肯定 这场想着会有快捕捉 在这马这么多 有什么马上来冷脚 怎样都想不到这只激赏 激赏 这些马早上好像没有火气 转到徐宇石 当然在蔡药汉 那些马也用得很多 不是泥地 现在跑马地一千圈 徐宇石今年也挺爆得的 什么海豚星 什么威子鲸 看不到那些马 什么白晋雄风 这只也看不到 刚才跑了十次 都数了几只出来 跑了十次 十个赛马日 早上他就算出到沙圈也不好看 真的 好像跑得比蔡药汉 那样 蔡药汉这个路程还没上名 以前 千二都可以跟着 一千 真是 真是 他快点摸得通 比翠龙 翠龙跑了很久 才能交到成绩 是吧 这只 这么快就 真是想不到 接手有表现 当然第三名也是万事厉害 有很多东西都想不到 《经典之星》 你知道他很快 不过你没想着 他早段在第三碟这样走 又行 辣神就走一走 捉一捉 被他迷走 否则还没变得这么容易 不过《经典之星》这类 他只捉一捉舞匹马 可能也是有些独特的能力 才能做到这些战迹 你骚扰到他就停步 他也是很大机会 但他一顺起来 就可以发挥到很强的威力 分断时间 头段12秒5 第20秒86 末段23秒34 总时间56秒7 本顿有一只大热耿颈 不过又是有些瑕疵 霍林美赢 霍杂他要回来比 就是 不是去到很十足 如果要这样比才能赢到 那数集 结果又是真的耿颈 今晚他的热门也有几多感觉 超威星和他 起码两只 是啊 不过常常都是这样计数 有时大家一看到 莫里拉停赛 你就涌下去潘顿 但其实真的往往 他在主要对手停赛的时候 不是特别好成绩 他不是特别能赢到 真是很 这些是假象 觉得好像热门 其实有瑕疵的热门 或者能力有些 不是很突出的热门 那你如果跟他做过什么 做过表出来 又不知道输了多少 又计数那些表 其实他告诉你 你又未必相信 我看到有些访问 都是这次赛前访问 他说 虽然田泰安 莫里拉 这次没有上阵 但我不是特别有利的 他有这样说 不过你可能 选择的时候 不如选择潘顿那些座騎士 始终都是潜烈騎士 今晚结果 他虽然有投马交出 但如果你说 既然骑士 今晚相信的 就当然是巴道 刚才也说过 巴道今晚也很厉害 今晚也 好像只有两只马 没有入围 一边而已 但他很多位置 很多第二 所以三号騎士 巴道 拿了38分 做骑士王 第一号骑士 派22,492元 第二号骑士 派178,892元 第三号骑士 派215,8336元 三骑士就没有人中正奖了 安华华 派27,453元 安华华 将会有261万6,459元 多保 累积于10月14日的3T彩池 三保派27,49元 三保安华派6,135元 六保奖派648,722元 六保奖派648,722元 起筷马也是选择一只真胜者 其实连场有表现 上次就堵塞了 今天在第四场那场的1200米赛事 都是双重受害 因为报速这么慢 他留后 如早有这么慢的报速 在追赶的形势上 已经相当不利 再加上就是跑道的情况 看到他走到最外 跌的道路真的没有那么漂亮 正所谓的双重失利之下 都有这么好表现 应该都很快可以 搞到好成绩 信心满满 刚才说上次的真胜者 直路完全没有骑过 表面赛绩当然 还有第九、第十 今天可能都是这样 但是堵塞了一条直路 没有跑过 现在四十一分 减了一分 是五班 这些马 不是短道马来的 千四千六都行 我想很凶的 应该如果带些马房 你都怕他跟你 兜个大圈 去罗马周兜完先 因为露了光 但是呂建威 这些正头正路 我又不用那么担心 这件事 赵会长之声 能力所可能未必是特别 不过今晚 孟宝 卫大胜利是穿到Q 他明明在之前的十八场次 他是跑第二个匹 我相信 这几匹马能力 不会差太远 今天他 不是他自己最佳跑法 他可能为了克服 狗档 早段是用多了 但结果回到来 不够人冲 但他不够人冲 也好第五第六 不是太差 今晚伟达这对马 尽力之成和他也是 不是在最佳跑法拉跑的 下一次如果捉到中间 冲一段的话 我觉得有些机会赢回场 因为毕竟这个马 还是北半球马 有些机会再有些进步 好了今晚八场的法学局赛事 跟大家看过 接下来星期日 回到沙田 跑日马 A加三跑道 十场赛事 好像看上去星期日 大家可能有研究一下 潘顿那些坐骑是怎样 好像星期日 他都会手上有些 比较好的坐骑 也有些可能质素 不是特别高 但是就遇到 就是弱组 比较好的形势 看看星期日 可不可以交到好些表现 这位骑士 还会很核 星期日再见 拜拜